来来了,特斯拉第二季度交付量超过预期 昨天特斯拉发布了第二季度交付报告 三个月的时间全球就交付了44.4万辆 环比增长了14.7% 这一成绩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同时特斯拉在第二季度的储能产品装机量 达到了9.4GWh 比第一季度的4.1GWh高出了一倍之多 也就意味着今年特斯拉储能业务的营收将会非常高 增长速度也即将超越特斯拉的汽车销售业务 马斯克在X上发文 一旦特斯拉解决了完全自动驾驶的问题 并且开始量产擎天柱机器人 任何做空特斯拉的投资者都会被消灭 即使是比尔盖茨也不例外 最近特斯拉的股票也是大涨了10% 马斯克预计从今年开始 特斯拉的市值将重回巅峰 我们也是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